这部动漫一经播出变影的全球数亿观众将其分为经典 其写实的剧情和带有颜色的镜头更让人觉得代入感拉满 男主格斯手持百经巨剑在战场上一展一大片宛如天神下凡 最终被最强雇佣兵团英之团招致麾下和领袖格里菲斯成为生死之友 平原之上两军交战 其中一方被重装骑兵冲破阵形苦不堪言 黑色骑士团宛如死神一般在阵中反复冲杀 就在骑士团胜券在握时一个手持巨剑的男人单枪匹马冲锋过来 骑士团和格斯对冲却被巨剑轻易斩落马下 失去速度优势的骑士团被他一人打得苦不堪言 正要重整队伍的时候却遇到强弩从后被袭击 格里菲斯带领英之团从后方发起冲锋 先用强弩射击随后掏出马刀上前冲杀 此举将敌军骑兵部队打得节节败退 进而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局势 被称为战场死神的英之团也再次大方异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次战斗格斯一人上前牵制了骑兵团无疑是个大功臣 可他此举却也是违反了军令贸然行动 先夫长说他屡教不改不知顾全大局 最高领袖格里菲斯却应对他格外宠爱没有过多的责备 可在后来他也因过多的宠爱让自己和死神擦肩而过 在一次功臣的战役中 冲进城堡里的士兵全部惨死 格斯却偏偏不信这个邪要独自进去看看是什么妖魔鬼怪 他刚进到里面就发现大量的士兵被砍得七零八岁 不久后竟然看到两三米高的绿色人形怪物 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怪物却还是出声牛毒不怕虎地冲上去 怪物随手一刀便把格斯打出十米开外 他是传说中不死的索尔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格斯找准时机砍断了对方的武器一刀斩到肩膀上 可这索尔的身体极其坚硬竟然没能将其直接斩断 索尔已经两百年没见过能伤到自己的对手很是兴奋 直接从人形怪物变成了一个巨型牛头人 格斯剑胜利无望迅速逃跑 可他却没能跑掉被牛头击伤抓在手上 命悬一线之际格里菲斯带领手下前来救援 微小的弩剑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一下便被反杀一大片 格里菲斯趁乱绕到后面对格斯实施救援 可牛头不仅快头大而且还聪明很快发现了他们 两人见情况不妙从两侧同时发起攻击 在两个顶尖高手的配合下再次砍伤了牛头人 可最终还是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被反手打晕过去 牛头正要杀死晕倒的格里菲斯时 却看到了他脖子上的霸王之卵 他放下一则预言说格里菲斯在野心瓦解的时候 会杀死自己的挚友 随后便冲破楼顶离开了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